今天先來看到的是在藍綠熊今天派出來的先發投手是許文雄 許文雄2009年的戰績是六勝七百 目前防御率是4.48 我今天一開始 一上來面對打者楊東益 哇 最近擔任第一棒算是慢慢的 站穩了凱陸線的位置 一上來就敲出了一支二里安大 輪到達者楊松賢一壘方向的滾地球 只要做制裁壘包 不則做跑者利用機會上到了山內 來到得分大門的效果 不單分打點是六分 接下來交到達者是打給潘武雄的打擊 這一幫帶到反方向 相當的扎實 要回來本類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山內跑者楊東益利用這個高飛球 回到本類搶下今天兩隊的第一分 同一支隊以1比0領先的蠟牛熊隊 再看到一局下半輪到達者是最近有點小低潮的大師兄林志正 這一球打得很扎實 又愛放這樣的高飛球 不過小波留不好在拳打牆之前 將他給結他主群 好 其實提到林志正他在上一場比賽敲出安打的時候是7月18號 當時他是對曹錦慧說敲出安打 不過其實要回顧到在17號的時候 林志正跟陳金鋒B2B的這個拳力打之後呢 雙場砲之後他們的打擊率就急速的下滑 在17號之後林志正的打擊率滑落到一成 然後陳金鋒是沒有 還打了 對 總共加起來各打了13個打息 總共是26個打息 只有一支的安打 蠻不像 這位相當恐怖的就是三四棒 特別是之前打得相當好 不過在最近遇上一點小低潮 也是熊隊 為什麼最近戰機一直慢慢低迷的關係 看到四局上半 這時候是牛 這時候是統一次隊打擊 又愛方向的強勁平飛球 高國慶上到了一壘 那麼最近高國慶的表現也是相當不錯 這場比賽 包括這場比賽 已經是他連續13場比賽都有上壘囉 接下來輪到打者是阿羅 陳靈鋒的打擊 這一球打得紮實 阻礙方向的平飛球 而且鍾晨又第一時間沒有掌握住 讓球是打到全打牆壁 又滾了回來 用這機會是上到了三壘 那幾乎上是給了鍾晨又一個接球失誤 高興來到三壘 陳靈鋒則是在二壘 輪到打者是卡斯提 這時候要賽跑了 球剛好竟然二壘時候手套 想要踩壘包已經來不及了 或是解決掉了卡斯提 其他面對打者是小破流發的打擊 也一壘的包是控著的 所以投出了失壞球保送 讓他傷到一壘 然後打者是陳靈鋒的打擊 今天擔任先發的捕手 結果許文雄這個時候發生了控球的問題 對 許文雄今天的控球的確是不太理想 他今天主投了3.1局 就送出了兩次的四子球保送 那麼被敲出了兩支安打 丟掉了五分都是四子的分 所以這時候把許文雄換下去休息 對 阿建總共掉了五分 怎麼掉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 卡斯這時候 就被本來是要來個雙殺的可惜失敗 那三壘跑者回到本壘搶下分數 那這一分就記在了許文雄的身上 看到這時候打者是楊東諺的打擊 今天有一次二壘安打的表現 那剛剛許文雄控球不穩 這個時候黃黃潤也發生了相同的問題 這時候三個雷拋都擠滿了 輪到打者楊宗賢 這球直接打到中愛方向的平飛球 十一支安打這時候兩個拋準 都回到本壘搶下分數 楊宗賢帶有兩分的打電 也幫助統一師隊很快的取得了5比0 領先了拉牛熊隊 接下來輪到打者是塔克帕姆熊的打擊 這時候統一師隊的攻勢還沒有停下來 這二三棒兩名左打的雙箭頭 馬上連續安打又幫助球隊搶下分數了 那今天不管是換上許文雄還是黃黃潤 看起來就沒辦法解決掉 統一師隊這一群左打猛將 目前已經冠進了7分 接下來要輪到中心打線了 高興的打擊二壘方向的滾進球 交球之後只能夠傳向一壘三助局 也結束了這一局進攻 不過統一師隊靠著連續安打 已經冠進了6分 目前是7比0領先的熊隊 統一師隊日前在結束了7連敗之後 最近打擊狀況有慢慢的加溫了 不過反觀於這個拉牛熊隊 剛剛也提到因為林志勝跟陳金鋒 這個中心棒次都沒有開轟的影響 目前可以說是處於0比7落後的情況 就要看看比賽後半段有沒有辦法 趕快追分了 兩支球隊的境況剛好有點相反 熊隊的中心打線是熄火 不過統一師隊中心打線 是打得蠻猛的相反球技 然後高國慶有3成85 至於陳令宏也有3成以上的打擊 那塔給潘文雄算是最近的打擊 統一師隊最穩定的有3成51 所以高兩支球隊是剛好相反的 看到這個時候黃甘霖又來倒二壘了 結果遭到了刺殺 相當的可惜 想要拚300道 那目前已經完成了283次 想要拚284 結果失敗了 下次再來 看到7局下半 這時候打了外方向的高飛球 兩個人都追了過去 最後是交友 內手將他給夾出去了 不過可以看到統一師隊今天的先發投手 蔡世勤是表現得不錯喔 他已經連續11局都沒有失分了 那麼他在09年擔任先發投手 目前仿日還是維持在0的完美表現喔 對 等於說今天球技只要派他出來先發 還沒有掉過自責分喔 來看到這時候7局下半 就看隊伍能不能夠幫他守住了 來看到運氣方向滾地球 結果楊東益 哇 這球要計時務啦 其實這球滿好處理的 可是沒有第一時間能夠掌握住 楊東益今天雖然說安打的表現 不過在手臂上是有點小瑕疵啦 來看到7局下半 這時候熊隊要得分了嗎 又要一方向的強勁平飛球 這時候跑著 繞過三壘 要往本壘拼了 所以打者則是上到了三壘 林志平敲出了一隻三壘安打 也幫助熊隊打破了鴨蛋 吳靜德回到本壘 搶下今天熊隊的第一分 追到了1比7 比賽才打到第七局而已 熊隊其實還滿有機會的 輪到打者是林志正的打擊 哇 最近的三次棒幾乎真的是 完全沒有安打的表現了 相當可惜留下一個禮包的殘累 沒想到今天熊隊的攻勢 就因此又斷送在林志正的身上 那麼林志正他過去連續三場比賽 有連續15個打擊 有11個打數 都沒有辦法擊出安打了 真的是遇到了有一點點小小的低潮了 另外陳進鋒也算是狀況不太好 連續四場比賽 16個打擊都沒有出現安打 所以智仰棒等於是目前熊隊 最主要是斷層的關係 然後這時候八局上半 統一次隊又有攻勢起來了 算數有6分的領先優勢 但是覺得還不夠啊 因為暴力熊打線還是很恐怖的 這時候再補上一隻安打 兩安助局攻佔上一三壘 輪到打者是鄭乃文的打擊 好久沒上來了 又要以方向搶進品飛球 將三壘跑者可以打回分類 搶下了分數 統一次隊冠進了第八分 那今天拉怒熊隊前面幾天投手 幾乎都有掉分數 許文雄總共掉了5分 黃潤掉了2分 那至於現在上來的蔡英豐也掉了 又掉分數 來看到這次頭球的 是許之華的頭球 三壘方向的品飛球 進了手套 三壘出局也結束了這一局的進攻 不過 明治隊靠著安打 是在下一層 目前是八位比較領先 來看到最後的機會 這時候換上頭手的是許偉 傳向二壘之後 傳向一壘 遭到了刺殺出局 熊隊最後的機會 還剩兩個 來看到這時候二壘方向的滾地球 交球之後傳向一壘 遭到了刺殺出局 這時候換上是劉玉成 畢竟明天就要休息了 所以讓幾名新秀上來 好好來磨練一下 來看到右外方向的高飛球 右外手已經等在那邊 解答出局 那最後統一次隊 就以8比1搶下了勝利 先頭我是張志強 班人頭我是許偉雄 那打一部分 幾乎就是打給潘武雄的天下